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建好盒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搭桥 我们先将盒呢先把它藏起来 接下来重新点工具 在盒的北岸点一下 接着呢盒的对岸也要点一个点 但这边呢要保证垂直 所以我们要先使用这垂直线工具 选西点再选对边这个线 这样做出一个垂直线了 接着呢我们再利用焦点工具 再把这焦点选出来 接着切成移动 连选这个线 将这个线隐藏 接下来按线段 我们连接A C C D D B 这样子这三段路径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这三则线 接着呢再将这数值显示出来 这显示数值 这边可以改一下颜色 改成绿色 那这边也是一样 绿色显示数值 那接着呢盒 我们这里可以改成这个红色 这边呢可以再加出 接着再点选这个不等式 将核道显示出来 那对于这个核道的数值 也可以点选 对于这核道也可以点选它的数值 那现在我们拖拉这C点 就可以看到这长度在改变 那我们今天希望呢 希望求这三段加起来的最小距离 那现在插入一个文字 点选 接着呢 我们可以来输入这个 AC加CD加这个DB等于 然后这边点选进阶 然后点选这个GCB空格 点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三段分别叫做 小I 小J 小K 好 所以在这个空格里面 输入I 加J 加K 好 再点一下 按一下确定 我们这里 这里呢 就可以得到这三段的距离 可以调整文字 好 那调整文字样式 将它切成大的 对 然后再切成呢 这个蓝 再将切成蓝色 这个线段盒呢 就跟着变化了 接下来就要来探究 C点要移到哪边 才能使这三段距离 加起来最短